家里有小孩上学的你一定要学会这个清汤面 好吃又营养 首先先煎个荷包蛋 煎至两面金黄虾入开水 再下入面条 有条件的放一颗青菜 碗中放西红柿 葱花 虾皮 紫菜 盐 生抽 陈醋 一小勺猪油 然后舀两勺面汤 放入煮好的面条 简单好吃又营养 你也收藏回家试试做吧